现在有一种新型婚姻叫做淡婚 淡婚指的就是这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淡人接物都是平平淡淡淡婚的人 他们看似把婚姻看淡了 情绪也看淡了 但其实我们在咨询当中发现 他们是封闭了自己的情感需要 两个人同屋但不同心 彼此也没有什么沟通 即便有说的最多的也就是 行 好 可以 不错 能办吗 或者还会有一些都行 你看着办吧 就说这些词除此之外 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没有再多的沟通了 那这种淡婚的人 降低了自己对伴侣的期待 降低了自己对婚姻的需求 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受情绪上的伤害 他们会给自己穿上一副坚硬的铠甲 让对方没有办法走进 也让自己不去感受到爱 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去给予别人爱 所以从新婚变成淡婚 其实说实话 是有一个渐进式的变化的过程的 当然变到最后淡婚说实话 会变成假面婚 甚至到最后会离婚 首先淡婚的第一步是化淡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嘛 两个人话挺多的 哎 你今天做了什么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哎 你看这个视频好搞笑啊 总之两个人会特别喜欢分享日常 喜欢了解彼此 或者两个人会在一起 会有很多激情 包括吵架 可能都会吵得很激烈 可是随着这种损失的增多 矛盾的增多 压力的增大 慢慢的两个人都会觉得 哎呀 吵一吵也没用呢 说那么多也没有用呢 说多了还要吵 吵得更厉害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以干脆说话变少了 即便说话 话语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情绪 需求 我也不会去关心你几点回家了 你做了这个事情 做了怎么样了 你赚多少钱 无所谓了 不说了 好 化淡背后接下来 就是情淡 化淡化少 感情真的就会慢慢变淡的 很多带婚夫妻经常不在一起 吃饭晚上睡觉时间也不一样 即便有些夫妻睡在一张床上 也是背对背 偶尔有象征性的这种夫妻生活 但是也是快进快出 没有亲吻 没有感情 那慢慢的淡婚夫妻 对彼此的情感需求 也就越来越少了 无所谓嘛 哎呀 想干嘛干嘛 对他有要求 也没有办法得到 算了吧 不要投入情感了 所以平时发生什么事 都是自己解决 所以这种淡的背后 其实就是情感的压抑 需要的压抑 有些淡婚夫妻 婚内得不到满足 这种情感得不到满足 真的就会开始婚外去求了 那这种化淡了 情淡了 最后真的就是心淡了 心淡就是不再对婚姻 抱有任何的希望了 但是又要维护 这段婚姻的存在 所以到最后 就变成了假面婚 心淡什么 心淡就是对婚姻 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 就这样吧 反正跟谁 也不可能长久 走到哪步算哪步吧 这就是心淡的人 常常对自己说的话 当这些人他们变得 对对方 对这个婚姻 无欲无求 也变得无前无跨 彼此变得无话可说 这个关系就变得 真的很糟糕了 其实说到底啊 淡婚就是一种 可能最后走向离婚的过程 但是你们知道 淡婚的反面是什么吗 淡婚的反面 其实就是农婚 农婚最大的特点 就是两个人 彼此都充满了能量 有分享欲 倾诉欲 都很爆棚的 遇到什么都想要去分享 遇到问题都想要主动去解决 而且彼此那种能量 能互相的感染影响 就会让关系变得更好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的婚姻 也是农婚的 那我们怎么能让淡婚 变成农婚呢 给你们两个小方法 第一 把内心积压的情绪 真实表达出来 就一定要学会试着 跟对方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注意哦 我说是感受 不是评判 比如你可以说 之前发生某件事情 让我感觉很委屈 很伤心 我希望你能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就会感受很好 那这样说 对方就能了解你的感受 而且也会带动 他的情感表达 哪怕刚开始 他的回应不合你心意 但你不要怕被拒绝 多表达 多尝试 你们的距离 就会越来越近 更不要害怕冲突 亲密和了解 就是在打破冲突里建立的 第二 用行动营造亲密氛围 一起去图木爬山 一起做冥想瑜伽 心理学研究发现 这些活动会让人 进入心流状态 产生奴隶高潮 专注的去享受 两个人此时此刻 然后这种小事 情感投入开始 慢慢的就开始 有心力增加 那就会开始增加 你们的互动 然后最后通过改变行为 来引导对方 在这段感情当中 有更多的投入度 当然这个时候 你们的感情 就会变得越来越亲密 也会越来越好的